3A 級大作的銷售旅創佳績 儘管 3A 級大作的銷售旅創佳績 是遊戲市場的中流砥柱 但隨著開發成本的水漲船高 遊戲大廠也是越來越難以承擔失敗的風險 因此不管是在玩法或是類型上 大多也都是選擇多數玩家寫愛的熱門題材 這個時候想法天馬行空 有時只是為了貫徹創作者自我理想的獨立遊戲 就顯得格外突出 玩家在遊玩獨立遊戲的過程中 不只能夠獲得樂趣 感受到創作者的熱情 有的甚至會讓我們反思哲學層次的議題 在眾多獨立遊戲之中 有的具有開創性的地位 有的是在某些領域中有著極為突出的表現 本週電玩方的特別企劃就選出10 款優秀的作品 絕對值得喜愛遊戲的玩家親自一玩喔 205 年首都問世 至今討論度依然居高不下 甚至今年還移植到Switch平台的 Undertale 絕對是獨立遊戲中難以忽視的耀眼傑作之一 這款由Toby Fox 獨立開發的角色扮演遊戲 強調每個魔物的獨特性 戰鬥系統打破了傳統知識套路 玩家必須閃躲對手的彈幕攻擊 並選擇寬數或攻擊他們 任何決定都會影響到後續的對話 以及人物和故事的多重結局 除了發人省思的劇情之外 遊戲中的各種細節也是毫不馬虎 例如每個角色獨特動聽的BGM 還有幽默的對話 像是嘲諷遊戲中的時間流動 大量的雙關笑話等等 讓遊戲推出之後就獲得各界一致的好評 以及許多人的推崇 喜歡獨立遊戲的玩家一定要來玩玩看喔 時空幻境Braid 是一款在2008 年由獨立遊戲製作人 Jonathan Blow 所製作的動作解謎遊戲 操作簡單遊玩時數也不長 但卻因為加入了控制時間的玩法 使得遊戲有著極為豐富的變化性 一推出就大受好評 玩家將扮演主角Tim 運用時間倒流的能力 解開各個世界的謎題來收集拼圖碎片 拯救被抓走的公主 遊戲的節奏極快 就算死亡也能瞬間時光倒流回到原點 每個關卡都會出現不同的時間機制或能力 像是出現不受時間影響的物品 讓時間流逝變慢 出現自己的影子等等 獲獎無數 Xbox Live 上評價最高的時空幻境 被譽為獨立遊戲的巔峰 開發者將控制時間的玩法發揮得淋漓盡致 每個謎題都必須繳盡腦汁才能解開 隱晦顛覆性的劇情也令人印象深刻 喜歡這類題材的玩家一定不能錯過喔 2010 年以Limbo 一名驚人的單賣遊戲開發商 Play Depth Studio 在2016 年推出玩法和視覺表現 類似前作的第二款作品InSight 在各方面都有更優秀的表現 成功的超越自我 遊戲中玩家要扮演身穿紅衣 出現在森林的小男孩 莫名的遭人追殺 一路上要運用周遭的道具 來躲避各種敵人和死亡陷阱 像是躲在暗處避免被發現 或是運用手電筒趕走水鬼等等 遊戲中沒有任何文字劇情 全憑著玩家在遊玩的過程中慢慢體會 不論是灰暗色調的畫面風格 極具創意的謎題 還是氣氛營造 都獲得各界的一致好評 尤其劇情中特地留白了許多空間 讓玩家自行去想像 更增加了遊戲的深度 想知道什麼是青出於藍的話 就絕對不能錯過這款InSight 喜歡紀念杯谷嗎 那麼你一定也會對更早之前 在2013年就推出的FETS有興趣喔 畫風精緻可愛的FETS 是一款以2D畫面 呈現出3D空間效果的解謎遊戲 氣氛營造得非常輕鬆愜意 讓人能休閒無壓力的享受解謎的樂趣 生活在二維世界的主角葛麥斯 有一天碰見神秘的立方體原點 從此得知了三維世界的存在 同時維持世界的金色立方體破碎了 並散落到世界各地 為了不讓世界崩塌 於是葛麥斯踏上尋找立方體碎片的旅程 遊戲的玩法相當簡單 就是在山窮水盡一屋路的時候旋轉一下視角 利用每個角度所能看到的東西都不一樣 以視覺錯位的方法想辦法抵達立方體碎片的位置 不斷的擴展冒險的世界 雖然看似簡單 但裡面暗藏的謎題卻非常複雜 耐玩性也很高 輕鬆至於卻又帶著挑戰性 喜歡探索解謎的玩家們千萬不要錯過喔 To the Moon 是一款由FreeBird 工作室 以RPG 製作大師XP所開發的作品 遊戲只有簡單的像素畫面 卻倒出了一段扣人心弦的動人故事 主角是一對在西格蒙德公司的兩位職員 伊瓦羅莎莉恩博士 與尼爾沃茲博士 他們運用改變記憶的機器 為僵死之人實現他們的願望 而一位病人約翰就希望能藉由這樣的服務 實現他當上太空人登陸月球的願望 我們將跟著兩位主角 一同深入約翰的記憶找出他想取月球的原因 隨著劇情的推進 玩家將見證約翰記憶中的重要時刻 漸漸了解約翰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秘密 並實現他的夢想 幽默深刻的劇情 搭配著優美動聽的音樂 讓玩家深深融入到感人的情境當中 沒有絢麗的畫面或是刺激複雜的戰鬥系統 To The Moon 為大家示範如何以最樸實誠懇的姿態 打造出一款動人的不朽經典 僅僅三人的開發團隊 Team Cherry 在2017 年推出了一款 類銀河戰士惡魔城的2D動作遊戲 Holo Knight 玩家將扮演來到廢棄已久的王國 聖巢的主角 透過探索來解開王國滅亡的秘密 遊戲中最主要的是主角的魂 不管是攻擊的復仇之靈 還是恢復生命的主動技能 都需要依靠魂來操作 除了技能之外 玩家也能利用護符取得不同的能力 像是加速移動 增加吸收的魂 產生硬殼來保護自己等護符 戰鬥中如果沒有仔細觀察敵人的攻擊模式 很快就會被亡秒殺 所以要多多善用護符來創造屬於自己的戰鬥風格 而且當玩家死亡後 便會失去全部的金錢 並降低靈魂容量上限 同時也必須返回死亡之地 並擊敗自己的靈魂才能取回 Holo Knight 擁有細膩的美術表現 流暢的打擊快感 以及豐富的探索要素 各方面表現都相當出色 喜歡引派動作遊戲的玩家 絕對不能錯過這款有著二體版 黑暗靈魂美誼的Holo Knight 在一推出就大放異彩的聖靈之光中 玩家將操控白色樹精靈Orin 在探索這個美不生收的世界的同時 擊退敵人並與場景互動解謎 設法讓面臨枯萎的森林恢復生機 遊戲的操作簡單但又有極具挑戰性 隨著冒險的過程 也會逐步獲得更多特殊能力 讓玩家更能夠去探索這個如詩如畫的世界 除了美術風格外管弦樂演奏的背景音樂 也極為動聽 雖然難度偏高 但遊戲並不偏重於戰鬥 而是強調探索與運用創意的解謎 還有快速存檔系統 讓玩家能夠快速的反覆挑戰各具特色的不同關卡 降低挫折感 喜愛2D 卷軸式動作遊戲的玩家 絕對不能錯過喔 幾乎在各大平台都看得到他的身影的Terraria 某方面來說 可以算是2D橫向卷軸版的我的世界 玩家同樣可以開採物資 打造屬於自己的世界 但同時又有各種怪物 以及充滿挑戰性的強大BOSS 所以又具備了 類銀核戰士惡魔城的遊戲元素 遊戲在發行的第一周就賣出了20萬套 還打敗了《傳送門2》 成為當時Steam 銷售榜的第一名 雖然對不熟悉這類作品的玩家 一開始有些難上手 甚至不知道該做什麼或可以做什麼 但只要過了一開始的撞牆期 就會陷入欲罷不能的狀態 連遊戲以外的時間 腦中都還會想著該如何建造自己的世界 集合了開放自由的玩法 加上豐富多元的遊戲內容 以及多人連線 讓Terraria 成了一款快智人口的作品 甚至還掀起了一股類Terraria 的遊戲樂潮喔 雖然戰爭題材的遊戲多到不聲美句 但從平民角度來體驗戰爭殘酷的作品 卻不多見 This World of Mine 就是其中一款代表性的作品 這款由波蘭工作室11bit Studios 所推出的策略生存遊戲 參考了現代戰爭史上 持續時間最長的塞拉耶佛圍城戰役 玩家要控制一組戰火下的幸存者 想辦法在充滿危險的戰亂城市中 收集物資並生存下去 在探索收集物資的過程中 玩家將面對許多意外狀況 甚至是艱難的抉擇 由於物資有限 玩家取走的物資可能就是別人僅存的食物 這樣的抉擇不僅會反映到操控角色的心理狀態 甚至還會投射到玩家的心中 而這也是製作團隊希望藉由這樣的一款遊戲 讓玩家體驗戰爭真實面貌的最大目的 發人身形的題材以及優異的遊戲性 讓This World of Mine 獲得2015 年獨立遊戲節的許多獎項 絕對是獨立遊戲中錯過可惜的優秀作品喔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要依照指示和教程來進行遊戲呢 早在2011 年就問世的史丹麗的預言 就藉由遊戲來探討有關自由意志的哲學 這款文字冒險遊戲的玩法非常簡單 玩家將扮演名為史丹麗的商班族 某天你的電腦出現了異狀 因此要離開辦公桌 去尋找你的工作環境有何改變 遊戲基本上只要依照旁白的提示來行動就可以了 像是走到某處 與物件互動 或是拿起某物件等等 這樣就能夠達到最基本的結局 但玩家當然也可以不按指令形式 你可以自行探索 隨意按下按鈕或是故意做出錯誤的抉擇 隨著你越來越偏離路線 旁白也會從原本單純的敘事誘導 逐步轉變為對玩家的懲罰和責罵 最終偏離正軌的路線 還會隨著邏輯錯誤而邁向崩潰的結局 如同心動文學社那樣跨越第四道牆 多年前就已經問世的史丹麗的預言 在後來的高畫質版本中 結局從6 種增加到了18 種 喜歡哲學思考的玩家 肯定會對這款乍看陽春的遊戲讚嘆不已喔 這幾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獨立遊戲 在業界大放育彩 像是騎馬與砍殺、Cuphead、紀念飛骨 甚至連《我的世界》 也是以獨立遊戲的身分冒出頭來的 值得推薦的作品實在太多太多 這次的介紹肯定會有遺珠之憾 玩家們你最喜歡的獨立遊戲又是什麼呢 趕快在下方的留言告訴大家吧